大家都知道,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,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国家,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,像什么收缴军事武器,大量陪伐之类的。 但是,在二战州新国三大巨头中,却只有一个被惩罚的有些与众不同,因为,它比其他国家都多了一条,这个国家就是日本,而多的那一条则是不允许拥有军队,至今,日本都必须遵守这一规定,国内只能有海上和路上自卫队,也不能造航母,这就有人不懂了,明明都是战败国,凭什么只有日本没了军队,事实上,这是有原因的。 只是真相,99%的人都不知道而已,要知道,美国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进来了,可以说,若是日本没有那么快就炸了珍珠港的话,可能美国加入的时间还要再等一等。 所以,美国在战争后很有发言权,而我们知道,一山不容二虎,那时的美国和苏联同为军事大国,在军力上都是想要争第一的。 美国远在大洋彼岸,边长莫及管不到欧洲来,所以,他,需要在欧洲又能与苏联相抗衡的国家存在,于是他就拉拢了包括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。 在欧洲制衡苏联,要是得以都被剥夺了拥有军队的权利,那还有什么用?所以,他们的军队才得以保留下来。 至于说日本,对于他来说,一个岛国,战败后根本就分不出什么浪花来,又没有那样的地理位置的庇护,自然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吧。 所以,日本的军队也就这样没了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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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